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上李会等于多少 首先来说 这里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 SY李相乘不会等于0 那线索一 我这句话的话 我可以知道是 S不会等于0 Y也不会等于0 李也不会等于0 如果这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等于0的话 那他们相乘会等于0 但是题目跟我说 他们相乘不等于0 代表说三个人都不会是0 第二个线索的话是 4SY等于6Y李 等于9S李 那既然SY李相乘不等于0的话 我就将线索二 大家共同除以SY李 所以下一步 我就可以得到是 SY李分之4SY 会等于的是SY李 分之6Y李 会等于的是SY李 分之9S李 那这时候我们观察一下 最左边那组人 那最左边的话 分子跟分母上下都有SY 所以我上下抵消 我就下一步 就写利分之4 那中间那组人的话 分母跟分子都有Y李 抵消就会变S分之6 所以下一步就写S分之6 那最后右边的那组人的话 分母跟分子都有S李相乘 所以抵消就会变Y分之9 所以这边我就写Y分之9 所以下一步就写利分之4 等于S分之6 等于Y分之9 这时候我们心里就去想 它最后等于1的时候 S是不是会等于6 Y是不是会等于9 利是不是等于4 所以下一步 S比上Y比上利 我用最减整数比去呈现的话 是不是就是6比上9比上4 那这样我就回答了这一题哦 给五比较 这个 啊 嗨 嗨 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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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